嗨,大家好,我是鞋底 我现在是在美国的费城 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说过费城 其实就是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之间的一座大城市 这座城市对于美国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城市 因为在1776年的时候 美国的独立宣言还有美国宪法 就是在费城讨论并签署的 就在我对面的独立宫 过一会儿我就可以买票进去参观一下 我们先在市中心的游客中心去买门票 先去弄张门票 这边游客蛮多的 大部分都是美国的游客 这个好尴尬呀 就是我要进这里边嘛 他告诉我 门票已经卖完了 被人预订完了的 今天应该是 不知道从哪来那个学生团之类的吧 他把所有的票都订完了的 我的天哪 真的是 因为这边要买了票以后呢 他会带着你讲解 那我就没办法了 这个应该是沾上墨水是不是 这样子把这个墨均匀的分在这个踏板上 这个会不会就是 这美国的独立宣言吗 这门口排队的学生啊 这边还源源不断的过来学生 难怪票就没有了 现在我是朝着独立宫和自由之中走啊 这路上真的是好多个学生团队啊 一搓又一搓的 这是很多所学校啊 基本上就没有普通游客 全部都是穿校服啊 统一服装的团体过来排队 这就尴尬了 这个今天肯定是没机会进去了 我现在呢 已经是到了独立宫对面了 虽然说买不到票 不能进去吧 但是在外边看看还是可以的啊 就这一栋啊 乔治亚风格的这栋小楼 别看不起眼啊 1776年7月4日 美国的独立宣言 和国家宪法 就在这签署的 美国建国之初啊 也就只有13个州啊 差不多9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今天啊 主要是学生参观日啊 我看里边的全部都是学生 老师带队的小孩 那边还在排队 几乎是没有我们这种散客了吧 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就好了 这些学生还在这排队呢 这就算是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 这些学生参观完了 出来跟这个华盛顿合个影 这是一个学生团体吧 再跟这个后边的这口大钟合影 这口大钟啊 就是美国建国之初的自由之钟 就签署了这个独立宣言 把这个美国宪法以后 你看 至少要敲一下 现在是可以看到这口自由之钟了吧 就这个钟啊 再放个2000年 那就是美国的国宝 今天周一啊 宾夕法尼亚大学这边这个博物馆呢 也必管了 昨天呢 我是去了这个区域啊 跟那个乔宜我们逛了一逛 只不过下着雨没有拍 这里边的室内的博物馆呢 也都关了 这边也买不到票 哎呀 只能到市中心去走一走了 刚才忘记说了 一百美元的背面啊 就是这个独立宫这个建筑啊 一百美元的背面 我就在市中心溜达溜达好了 费城这边明显比纽约曼哈顿要干净很多 但是流浪汉也有不少啊 只不过就是现在还没拍到 全世界的小孩可能都爱干这个事 接下来我们就city work 转转市中心就好了 其实啊 关于这个美国独立啊 可讲的篇幅很多的 我昨天晚上呢 也认认真真地做了功课 就比如说 法国人是如何帮助美国独立的 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战争 最后呢 是怎么样子 在1783年的时候 承认了美国独立的地位的 但是呢 因为没进去 所以说呢 我就说随便聊几句啊 这费城的街头啊 建筑风格很混搭的 有那种一看就几百年前的 也有心修的 这边还有一把旋转的吉他 这是一个咖啡店 还是个高端仓厅的 虽然昨天呢 也路过过这个市政厅 今天还是在过去一趟 这是费城市政厅的侧面啊 昨天呢下着雨 也没有拿这个相机 所以说细节呢 不太好拍摄 今天就好一点了啊 这是最高的那座钟楼嘛 这也建于1901年啊 这是市政厅的正面啊 1901年修的 一百多年历史了呀 说当时啊 这个市政厅就属于全美最大的市政厅了 我现在看着上面这个钟楼啊 感觉上下颜色不太一样 我估摸着是后期的时候翻修了一下 看一下这个费城的高楼大厦也蛮多的啊 想不到费城发展的也这么好的 宾夕法尼亚州 我给你们看一个很厉害的 这边呢是华盛顿和弗兰克林啊 他们的这个雕像 这边有一栋特伟大的建筑 这就是共计会的大楼啊 看这个标志 两边都有 说这个共计会啊 有可能就是掌控着这个世界的最神秘的组织了 说这个美国的一些领导人啊 基本上都是共计会的成员啊 可能这栋楼里都没人啊 或者是只有共计会的大佬成员们在这开会的时候才会打开吧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下共计会啊 拿这个获得的这个信息感觉都吓死个人啊 这个在费城逛了两天啊 总结就是费城也很繁华 费城比纽约干净很多 这就是费城市中心的一些公园 哎呀 我也在这休息一会儿 这很多人在这吃中午饭的 哎呀 午饭我倒不着急 早上吃了两个三明治吃的比较晚一点 哎呀 昨天18人间 还好没人打葫芦 不然的话那真的是晚了 我发现在美国只要找个好地方 以及市中心 开上一家青年旅车 那就那就发了 一个青年旅车 你怎么一天也得挣个 两两千刀吧 两千刀 二七十四一万四一万五 太厉害了 刚才说那个法国帮助这个美国独立啊 那是因为美国建国初期 就是这边东部的这13个州啊 这些人想反抗英国人的统治 就是执弥漫 但是又没多少钱也没什么武器 是吧 他们就是在这个1774年啊 就是一宣布说哎呀 签了独立宣言了 或者是怎么样 美国宪法了 那签了这个没什么用啊 那英国人不承认呢 就跟他们打 打又打不过 最后呢就说要不 我们还是求助一下别的国家吧 那个时候呢 法国虽然说 哎这个实力已经不行了 但是呢 一旦涉及到就是反英国 那这个法国就来劲了 对吧 所以说那个路易十六国王呢 就哎呀 帮助 不但帮助 这个不说是出钱出力或者出枪 还出人 那么说是法国也派了他的这个海军 来帮着这个美国人去反抗英国的统治 那么所以一旦有了法国的加入 还有法国的枪支的支援 说是法国怎么也给这些 就是美国建国初期的这些人 至少是投资了上估摸着有个几十万杆枪 几百万发子弹 再加上法国的海军的帮忙 法国军队的协助 一直打到大概1783年 英国确实觉得哎呀 这个不行了不行了 还是承认他们独立吧 因为确实没办法了 就这么一个 美国呢才这二八年的开始独立 然后吸收了就是现在的这些美国的各大州 他们都相继的加入 组成和联邦政府是这样子的啊 可能感兴趣的朋友呢 你可以去搜一下这方面的相关的知识嘛 是吧 了解一下历史 确实是没有机会进去啊 也挺遗憾的 哎也无所谓 哈哈哈哈 因为毕竟来过就行了 这样子了啊 嗯 嗯